现已进步最大的八大球员,莱昂纳德基森超巨,格林最幸运在NBA有这么一些球员,他们刚进入联盟时没有出色的天赋,没有很强的曝光率,没有较高的选秀顺位,甚至没有通过选秀,但是在NBA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中,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在NBA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,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球员,脑巴,C.J.麦克勒姆,2013年第一轮B10顺位, 从2013年到2016年,麦克勒姆的个人数据有着较大的改变,菜鸟时期的麦克勒姆场均数据仅为6分,1.4个篮板和0.8次助攻,而到了2016到17赛季,麦克勒姆代表开拓者省发出战80场比赛,而他的数据也变为了场均23分,3.6个篮板和3.6次助攻,那七,凯尔洛瑞,洛瑞在2006年第一轮B24顺位的身份进入联盟, 凯尔洛瑞从进入联盟到今天已经辗转了灰熊,火箭和猛龙三支球队,而洛瑞的职业生涯可谓是到了多伦多才正式迎来高峰期,在猛龙的第一个赛季, 洛瑞常规赛交出了场均10.1分,3.5个篮板和4.6个助攻,而到了2016到17赛季,洛瑞的常规赛数据为场均22.4分,4.8个篮板和7次助攻,那六,吉米·巴特勒, 巴特勒在2011年第一轮第三时胜位被公牛选中,从此巴特勒就开启了自己的NBA生涯,在公牛的前两个赛季,巴特勒,可谓是一直在学习, 而巴特勒真正的进步是在2013到14赛季后至今,2013到14赛季常规赛,巴特勒代表公牛首发出战67场,场均能得到13.1分,4.9个篮板和2.64助攻, 而从2013到14赛季到2016到17赛季这几个赛季,巴特勒的数据可谓是逐年增长,2016到17赛季常规赛,巴特勒场均能贡献23.2分,6.2个篮板和5.5次助攻, 那五,德雷蒙的格林,格林的选秀顺位为第二轮第五顺位,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,格林以35顺位的身份进入了联盟,遇到了一群好队友和一个好教练,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队友以及教练的证明了自己,外界称勇士有四巨头,格林雪说,我TM只是一个二轮秀,不管怎么说格林够幸运,但也够努力,那四,林书豪, 如果说以上的都是球队震而巴金挑选的球员,那么林书豪就是一个野路子,一个没有通过选秀的球员,怎么能在NBA声明确取呢? 虽然林书豪曾受到伤病影响而使状态跌入低谷,但是如今的林疯狂,依旧能在NBA的赛场上绽放光彩,一句话,林书豪不是最好的,但他绝对是努力的,那三,哈方怀特赛德, 怀特赛德在2010年以第二轮第三顺位的身份进入联盟,虽然进攻能力不那么好,但是怀特赛德的防守能力却是不容小觑的, 而他的个人数据也是在逐年上涨,从最初的场均11.8分,10个篮板和0.1次助攻,到2016-17赛季怀特赛德在常规赛能为球队贡献17分,14.1个篮板和0.7次助攻, 正如穆大叔说过,我可能不是一个优秀的进攻型球员,但我是出色的防守型球员,而这是会影响比赛,而这句话不正是现在怀特赛德的真实写照吗? No,二,科怀罗纳德,作为马次队的核心,罗纳德当年的选秀顺位是第一轮第15顺位,从错失罚球遗憾丢掉总冠军,到如今前辈退役,队友老去而独自挑大梁,罗纳德这一路走的是那么的不容易, 如今,伦纳德已经毫无疑问的机身NBA超级行列,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波波维奇教练指导友方,和马次队友无私的帮助,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的就是伦纳德自身的努力, No,一,杨尼斯·阿德托坤伯,这名字,好吧,字母哥,2016-17赛季NBA最快进步球员,雄鹿队的杨尼斯·阿德托坤伯荣获此奖,在2016-17赛季,他场均可以拿下22.9分,8.7篮板, 5次助攻,1.7抢断,1.9分盖的数据,其中投篮命中率52.2%,数据篮都填满了,有没有很全面的感觉, 有网友调砍道,字母哥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,以上的球员都是NBA中比较出名的,他们或许有着过人的身体天赋,或许有着良好的机遇,或许有着出色的队友, 但归根究底他们一直在努力,美国篮球数据网站对NBA球员的平均球龄做过统计,得出的结论是,NBA球员的平均球龄为四年, 这让我们知道了,在NBA除了外界的条件,球员自身也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打得上球,如果不努力,天才也会变成水货,你觉得呢?